接下来一个是加计扣除的优惠 那这个呢 计算题当中经常出现 因为它会涉及纳税 调节 所谓加计扣除 它的意思是 在你会计 所实际发生的一些费用基础上 税法允许 按照一定的比例 再扣一部分费用 也就是税法允许你多扣费用 那显然是纳税条减 对吧 好 那我们这涉及到的加计扣除优惠 一共是三项 研发费用 以及我们今年新增的 基础研究资金的这个支出 以及 安置残疾人员的工资 我们都可以享受加计扣除 一共是这三项 其中重点是研发费用 好 那我们先来看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 我们这所谈的研发费用 一定是企业 你进行研发活动而发生的费用 那么哪些研发活动呢 但凡你是为了获得什么呢 新技术 对吧 新知识 或者是为了获得新产品 新工艺 我们叫三星 新技术 新产品 新工艺 而进行的系统性的活动 这叫研发活动 那你这个研发活动产生的费用 就叫研发费用 好 那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 你要看 它是哪一种企业 因为不同的企业 享受的研发费用 扣除比例 它不一样 好 我们先看制造业 如果是制造业企业 那国家当然是 现在是要鼓励这些制造业 搞自己的研发 那既然要鼓励 你的研发费用 你发生多少 我给你按照一定的比例 允许你再算 因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多扣一部分 这样你企业可以少交税 对吧 你少交的税 你就可以用来企业 做大做强 对吧 企业越来越好 国家也就越来越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制造业企业开展 研发活动中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 它说 没有形成无形资产 进入当期损益的 那么我们再按规定 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百分之百 这就加计扣除比例 在税前加计扣除 如果形成无形资产的 那么是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百分之二百 来进行税前摊销 那也就是说 如果 没有形成无形资产的 说白了 你的这项研发费用 会计上记哪了 会计上 它可是进入到管理费用 它是把这笔研发费用 一次性寄到什么 管理费用当中 假设说你会计上 进入管理费用的金额 是一百万的话 来 现在税法允许你扣多少呢 他说允许你在一百万的基础上 多扣一百万的百分之百 你看 实际发生额的百分之百 加计扣除 加计加计 多扣一部分 所以你看 合着税法允许你扣 二百万的研发费用 那你想 用间接法来计算 因纳税所得额的话 你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 来算因纳税所得额 你是调增还是调减 调多少 算一算 你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 调增调减 会计 你上照实际发生的费用 来进行核算 而税法呢 允许你按照二百万的费用来扣 那是不是 你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 可以多扣一百万的费用啊 所以 我们要纳税 调减的金额 其实就是一百万 为什么调减一百万 不就是税法让你加计扣除的那部分费用吗 一百万实际发生额的百分之百 这就是加计扣除的部分 做纳税调减的金额 好 这是没有形成无形资产的 而如果 形成了无形资产的 那么相关的研发费用 是进入到无形资产成本当中了 无形资产呢 它是按照摊销的方式 分期去扣除的 比方说你这一百万 你要是形成无形资产了 会计上税法都按十年摊销的话 那么你会计上你的摊销费用 一百万去除以十 一年呢 是十万一年 那么合着一共摊几年呢 摊十年 十年下来 我一共扣的摊销费用 不就是一百万吗 它只不过是分期来扣这一百万 对吧 通过摊销的方式分期去扣 好 现在税法呢 说你形成无形资产的 我可以让你按照 无形资产成本的 百分之二百来摊销 也就是说 我允许你按照 一百万的百分之二百 去除以十万 来进行摊销 那合着你就是二十万一年的 摊销费用 完了你看 一共摊十年的话 合着我十年下来 是不是在税前摊了 二百万 那只不过是分期的方式 扣除了二百万 跟你前面那种 没有形成无形资产 它是以一次性税前 扣了二百万 而无形资产呢 是通过分期摊销的方式 最终下来十年一共扣了二百万 好 所以你看 这是形成无形资产的 那其实言外之意 形成无形资产的 它其实就是按照 你当年的摊销费用 加计百分之百去扣除 合着就是 你当年可以扣的摊销费用 是不是十万的 百分之百 十万的百分之百 你可以多扣十万块钱的摊销费用 你看会计上是十万 税法上呢 让你按照百分之二百来摊 确认二十万一年的摊销费 那是不是加计扣除十万的百分之百 加计摊销费一次 对吧 好 这是形成无形资产的 和没形成无形资产的 那最终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 体现加计扣除 是吧 只不过你到底是一次性扣 还是分期扣而已 好 这是制造业 那怎样是制造业呢 咱们有一个文件 叫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查一查 你可以去上面找一找 哪些叫做制造业 那么但凡呢 你的制造业的业务 它的收入占到 是收入啊 占到 全年 这个 总收入 金额的比例达到了50%以上 就说明你的主营业务 就是从事制造业的 那这样的企业就可以享受 百分之百 加计扣除的比例 来扣研发费用 OK吗 好 接下来 是科技型的中小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那它也有很多研发费用 那国家都是鼓励的 对吧 好 所以它一样的啊 从22年起 它只是跟那个制造业呢 哎 他们享受的政策 这个时间不一样 人家制造也从21年就可以享受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22年开始 但不管怎么样 在我们现在来说 他们俩都一样 都是按照发生额的百分之百 加计扣除 你要是形成无形资产的 那就200%去加计探销 对吧 OK 好 那其他企业呢 你不是我们刚刚提的制造业 也不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以及不是那些个烟草制造业 住宿餐饮业等等 因为这些个烟草制造业 咱们是不存在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的啊 这个后面会说 好 那么其他的企业 如果有研发活动的话 我们呢 目前是按照75% 加计扣除 这个没有形成无形资产啊 75%加计扣除 形成无形资产的话呢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去进行探销嘛 而我们今年也新增了一点 就说如果是适用这种 75%的比例 加计扣除的企业 在22年10月1号 到22年12月31号 也就是22年的第四季度 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呢 就提高到100%了 那么到23年开始 所有的企业 加计扣除比例全都是什么呢 100%了 这也是今年新增的 就从23年开始 就不分你到底是制造业 还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了 对吧 你只要是属于那种 可以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的企业 那比例都是一样的 100% 形成无形资产的 200%去探销 而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是22年四季度的这种情况 你前面一到三 这三个季度 还是75%的比例 那么后边四季度 才是100% 对吧 所以他就说 在22年度汇算清缴 计算享受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优惠时 四季度的研发费用 可以由企业自行选择 按实际发生额来算 或者说 按照全年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 乘以 22年10月1号后的经营月份数 对吧 占其22年度 实际经营月份数的比例 比方说 后面 四季度 10 11 12 三个月 然后整个一年实际经营月份数 如果是整个一年的话 那就三十二分之三 四分之一 乘以你全年实际的研发费用 作为你四季度的研发费用 来按照相关的这种比例 进行加计扣除 这个简单看一下就行 好 我想我们今年要考的话呢 要么是制造业 他会告诉你是制造业 还是科技型中小企业 考这个百分之百 加计扣除的 因为这75%这个的话呢 不太好出题 好来 我们看一个例题 假公司制造业 2022年自行计算的利润总额2300万 经聘请的税务师 对其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进行审核 发现有关情况如下 投入研发支出1000万 研发新产品和新工艺 其中有600万 形成了无形资产 在22年4月1号取得专利证书 并正式投入使用 无形资产摊销期限告诉你10年 但他当年呢 没有去摊销费用 而剩下还有400万呢 1000万嘛 还有400万呢 没有形成无形资产的 400万是进入到费用单中扣除了 好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看 计算一下应纳税所得 你看他自行计算的利润是2300 那我们现在 形成无形资产的那一部分 他现在是不是得按照 200%去摊销啊 结果他没有摊啊 好没有摊的话 来这600万 我们是不是要除以10年 600万乘以200%啊 按照200%摊销嘛 去除以10年 然后乘以12分之9 这是他当年应该扣除的摊销费用 对吧 4月1号投入使用 当月开始算摊销费用 所以一年是9个月 就乘12分之9 好 这是我们要从2300万的利润单中 减少的调减的 因为你没有算这部分摊销费用 我们要把它减掉 好 同时 为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 他会计上已经把400万 计入到费用单中了 也就是你那个2300万的利润 本身就是扣减了 400万的费用以后算出来的 现在税法允许我多扣400万的 百分之百 所以再调减400万的百分之百 这样就是最终的 应纳税所得额 OK吧 好了啊 资格再计算一下啊 我就不算了 好 接下来 研发费用要加计扣除的话 那么哪些研发费用 我们来进行加计扣除呢 你要先规及研发费用有多少 拿这个研发费用去乘以百分之百的 这种比例来加计扣除吗 对吧 好 那么规及研发费用的时候 范围有哪一些 来 这个也要清楚 第一 人员人工费 也就是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 保险费 工资加五险一斤 以及外聘的研发人员的劳务费 哪怕你这个研发活动 你是找外边的人来研发的 那你给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 不也是你的研发费用吗 啊 他也是研发费用啊 这是人工费 好 接着是一些直接投入的费用 就直接投入到研发活动当中 比如直接消耗的材料 对吧 还有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 工艺专备开发及制造费 以及一些个样品 样机 一般测试手段的购置费 试制产品的检验费 还有用于研发活动的机器设备 维护费 检验费 维修费等等 以及我租进来的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 有租金 这都是直接投入使用的相关费用 也构成研发费用 好 这第二项费用 第三项 折旧费用 我们在研发活动当中 有可能会用到设备 固定资产 所以他会有一些仪器设备的折旧费 那么也构成研发费用 好 再一个是无形资产的摊销 那你也会用到一些个软件 专利权来用于研发活动 那这些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 他也要算算你的研发费用 好 另外第五项费用 是新产品设计费 新工艺的硅程制定费 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 临床试验 那本身就是你在研发 新药必不可少的一步 然后还有勘探开发技术的现产试验位 这都是研发费用 本身我们说研发活动 就是你去研发新产品 新技术 新工艺的活动 对不对 好 这是五项 那最后还有一项 还有一项叫其他相关费用 你比方说我们在研发的时候 咱们可能要查一些资料 对吧 所以会有一些图书资料费 比如你会用到国外的一些个文件 要翻译 所以有资料的翻译费 或者说有专家咨询费 对吧 论证费 鉴定费 评估验收费 等等 说白了 就是你研发活动的那些个什么 杂费 那么这项费用 它就不像前面五项 前面五项费用 往往是你实际有多少 我来归集多少 对吧 但是其他相关费用呢 那就不是看你实际发生的金额 来进行归集了 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垃圾篓子一样的 你没有办法放到前面五项费用的 那就是其他费用 跟一个兜底的框框似的 所以这个费用水分很大 那万一啥费用都往这里面寄呢 所以说我们有限额 对于第六项 其他相关费用 不能按照它实际发生的金额来归集 我们要算一个最高的限额 你要把它实际发生的金额 跟这个最高的限额来比较一下 比较 然后呢 赎低 作为 能够来归集的研发费用 去进行加级扣除 好 那限额是多少 就是说第六项 其他相关费用 不得超过 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 10% 这就限额 那我们有一个公式 这后面有一个公式 这个限额怎么算 他说 拿研发项目的人员 人工等五项费用之和 也就除了这项 前面不是有五项费用吗 把那五项费用相加 然后呢 除一减10% 再乘10% 来 我告诉你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 咱们推导一下就行了 咱们的 这项其他相关费用的限额 是不是 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 来 我们写一下 这个限额 是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 我们假设 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 我们给他假设为Y 假设为Y 那就是Y的10% 对吧 好了 来 这个长方形 我们假设 整体 就是你可以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总额 这个Y呢 由六项费用构成 前边五项 什么人员 人工费 折旧费 摊销费等等 前面五项 加上最后一项 其他费用 但是其他费用呢 我们是限额 最高是多少呢 最高是Y的 10% 好了 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推导出来 咱们前面 五项费用之和 你加上其他费用 Y的 10% 是不是就构成 整体 可加计扣除的费用总额 Y了 对吗 好 接着来 把这Y的10% 移到等号的 右边 那是不是变成前面五项 支出之和 等于Y乘以 1减10% 那能不能倒推出Y呢 Y等于多少 Y是不是等于 五项 费用之和 去除以 1减10% 我们就把Y算出来了 那Y算出来了 限额是多少呢 限额是多少 限额是不是 Y的10% 那你再乘个 10% 所以 其他相关费用 最高扣除的限额 是拿前面五项费用之和 去除一减10% 然后再乘10% 来算限额 把这个过程推倒 你搞清楚 就OK了 不用刻意的去挤 而且呢 我们说从21年开始 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如果是同时开展 多项研发活动的 原来我们是分项 按不同的研发活动 来计算那个 其他相关费用的 扣除限额 那我们现在呢 是改为统一计算 你把你全部的研发项目 其他相关费用 你合一块来算 不用分开项目来算了 就合一块算 你有三个研发项目的话 那你三个研发项目的 其他相关费用 合一块来计算 相应的限额 好 那么考试的时候 他可以考察 你这个其他相关费用 到底扣多少 那么说 当我算出限额之后 我就要比较啊 我其他相关费用 实际发生额 如果小于限额的 比方说限额是60 而我实际发生的 相关费用是56的话 OK 那我们就按照56 作为其他相关费用 记录到我的研发费用单中 然后去乘以 加计扣除比例 来计算 可以加计扣除的 研发费用金额 知道吧 而如果说限额是60 我实际发生了64万的 其他相关费用 那我将来就上找60万 输低吧 来作为 可以加计扣除的 研发费用的一部分 再去乘以 加计扣除比例 来计算 OK 比方说这么一个题 说某制造企 2022年 自行投入 研发费用570 那由这些构成 人工费100 直接投入费用150 折旧费用90 新工艺的 规程制定费 170 其他相关费用60 那么说 其他相关费用 你不一定是按照60 进入到你的 研发费用 那个规级范围 对吧 你要跟限额比 输低来确认 好 限额怎么算 拿我们 5项费用之和 5项费用之和 只有4项 那一样的 100 加上150 加上90 加上170 除1减10% 乘以10%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限额是多少 那除0.9 乘0.1 56.67 这就限额 那跟你的实际的费用相比 60高了吧 所以我只能按照 56.67 作为我的其他相关费用 那这个时候 我能够去计算 加计扣除的金额 拿我可以加计扣除的费用 乘100% 因为这是一个制造业 扣除比例是100% 那我可以加计扣除的费用 你不能直接按照570来算 对吧 我们要拿100万的人工费 加上150的直接投入费 加90的折旧 加上170的新公益的费用 加上56.67 其他相关费用 然后我们再来乘 百分之百 这就是能够加计扣除的费用金额 条件这么多 是吗 OK 好 接着 我们说下列活动 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咱们说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 一定是针对 三星 活动 产生的研发费 什么是三星呢 新产品 新工艺 新技术 你有创新的 你为了创新 新产品 新技术 新工艺 而产生的费用 那才有加计扣除 那言外之意 你不是在创新的 你不是在研发什么新产品 新技术 新工艺的 那就不能加计扣除 所以这么来理解 你看 第一条 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你只是常规性升级 你不是在研发 你不是在创新 对不对 好 第二 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 比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材料等等 你这是在自己研发吗 并不是 那就没有加计扣除的事 好 第三 企业在商品化后 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 就是我研发之后 商品化了 我研发之后的成果 我卖给人家了 另外呢 我又给他提供技术支持活动 那这是研发之后的事 不属于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好 第四 对现存产品服务 技术材料 工艺流程 进行重复 或简单的改变 你是创新吗 你只是重复简单的改变 它不是创新 好 第五 市场调查的研究 效率调查 或者管理研究 你这些并不是 在进行三星的研发活动 对吗 好 第六 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 或常规的质量控制 测试 分析 维修 维护 这也是一个常规性的操作 它并不属于额外的在进行研发 新产品 新工艺 新技术的 好 最后 社会科学 艺术 或人文 这个 人文学方面的 研究 这叫什么 这叫学术研究 对吧 这也跟咱们的新产品 新工艺 新技术 跟它的研发 是不是没有关系 所以啊 这些呢 就不适用家计 扣除的政策 我们多次在这一块 考过多选题 所以理解为主 理解为主 来 比如 我们看二二年的多选题 企业的下列活动中 不是用企业 税前 家计 扣除的有 对新工艺和材料的直接应用 你这不是在研发 对吧 好 企业产品的常规性升级 这也不是在研发 新产品的设计费 新工艺的规程制定费 三星费用 对吧 这是研发 好企业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这也不是在研发 市场调查研究和效率调查 同样不属于研发 对不对 OK 那不是用家计扣除的 ABDE 好 再来单选题 他说 企业开展的下列活动 是用研发费用家计扣除政策的事 成本管理研究活动 这肯定不是 对吧 他不是在搞研发吗 新药配方的研制活动呢 这显然是研发 那当然要家计扣除 而剩下的服务升级啊 对吧 社会科学研究啊 学术研究啊 这跟三星活动费用没有关系 OK 那就选B 好了 接下来是一些特别事项的处理 这个特别事项啊 主要是针对 委托 研发 委托研发呢 我们也多次在考试当中 计算题当中出现过 啊 来 委托研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是委托境内研发 也可以委托境外研发 咱们先看委托境内研发 如果在境内 我们委托外部机构 或者个人 进行研发的话 咱们可以按照 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 进入到委托方研发费用 并计算这个加计扣除 售托方就不能再进行加计扣除了 什么意思 比方说 甲 委托乙公司 搞研发 那甲是不是要给乙公司钱啊 你要给他一笔费用啊 OK 假设呢 支付了100万 那我问你 这100万对于甲来说 属不属于研发费用 啊 当然属于 所以对甲来说 100万 是巨石可以扣的 那他还有加计扣除呢 因为虽然不是他自己研发的 但他是委托别人在研发的 所以最终还是搞研发嘛 可以加计扣除 只不过加计扣除时 就不是按照100万的100%来扣了 假设这是一个制造企业 那么他是按照100万的80% 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 来乘以100%扣 为什么 因为你这100万是给乙的 乙作为一个受托方 他去研发的话 你想他会说 把100万都用于研发吗 乙作为受托方 是不是得挣点钱呢 所以这100万将来到乙的手上 他不一定全部都拿来 用作研发了吧 所以我们就考虑一下 就有80% 你是用于研发的 剩下那20%呢 是你乙公司自己挣的收入 那就不是用于研发方面的一些支出了 所以这个地方 加计扣除的时候 是按照100万的80% 来进行加计扣除 这个基数要清楚 OK 委托方和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的 受托方应该向委托方提供研发费用 支出明细的情况 因为他是关联方 那你要是委托关联方研发的 必须把这些详细的 研发支出的项目的明细 一定要给他提供出来 好 第三 企业呢 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 由合作各方 就自身实际承担的研发费用 分别计算加计扣除就行了 你看你各自负担多少研发费用 然后按各自自己负担的那部分研发费 来进行加计扣除 好 接着是委托境外研发 委托境外研发呢 其实国家并不是很鼓励 但有的时候没办法 你境内研发不出来 你只能委托境外研发 所以在委托境外研发的时候呢 它会有双重限制 来 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 发生的费用 首先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 进入到委托方的 委托境外研发费用 那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呢 还不能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 研发费用的三分之二 你还不能超过这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 你那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 要小于等于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的三分之二 这才行 那这个数才能作为加计扣除的基数 那如果说 委托方 受托方存在关联关系的 同样的 我们要受托方呢 要提供详细的 费用支出的情况 好 另外呢 委托境外研发的时候 我们只允许委托境外的单位研发 不包括委托境外个人来进行研发活动 所以如果是委托境内研发的时候 你可以委托境内的单位 也可以委托这个境内的个人来研发 但如果你是委托境外研发的话 咱们只能委托境外的单位 来进行研发活动 个人是不行的 好 另外呢 我们这提到 符合条件的境内的研发费用 来我们现在明确一下 是什么 指的就是 之前谈到的 来 是不是有五项费用 人工费 直接投入费 折旧费 摊销费 新产品设计费等等 新工艺的 什么 制作费等等 然后这五项加上 按照限额调整后的其他相关费用 你不能超过限额的 对吧 那个其他相关费用 好了 这是你境内发生的 以及如果你有委托境内研发的 这也构成你境内的研发费用啊 好 所以委托境内研发的话 是按照委托境内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 所发生费用的80% 来作为 这所说的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 是按那80%来算的 另外 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 我们不包括以前年度形成无形资产的 本年摊销我 因为这不是你本年发生的研发费 这是以前的 只是形成无形资产了 每年都要去摊销了 那他就不属于你当年境内所发生的研发费用了 知道吧 OK 好 所以你要拿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来乘内三分之二 跟你委托境外研发的费用发生额80% 来做一个比较 熟低 作为家计扣除的基数 好 OK 来我们通过题来感受一下 光说不练甲把式 来 假企业是制造业 既然是制造业 OK 那么家计扣除的时候 百分之百的比例 2022年所发生的境内研发费用明细如下 人员工资100万 外聘研发人员劳务费80 直接投入材料费30 那合着 境内研发费用多少 100加上80 加上30 210 这210 境内的部分 本来你就可以加计百分之百虚口 所以这是境内的部分 本来就可以加计扣除的 好 他还有支付境外机构的委托研发费 来 境外的研发费是120 这120 首先 他可以据实扣除 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加计扣除又怎么计算呢 加计扣除此时 我们是按照 120的 80% 跟谁比呢 跟境内研发费用 210万的三分之二去比 21的三分之二算一下是140 而120的80%是96 那显然 加计扣除的基数得按96来算 所以这个时候 委托境外研发享受的加计扣除 是按照96 乘以百分之百 来加计扣除的 他是这么来计算的 看到没有 所以你看啊 你境外 委托境外研发时 你那120 有多少 据实扣多少 我们现在谈的是 你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税法让你多扣一部分 你有加计扣除的金额 只是说你在算 加计扣除时 你的那个基数 你不是按照120直接来算 120首先要打折 乘80% 然后还不能超过 境内研发费用的三分之二 对吗 所以赎低来确认 加计扣除的基数 好 所以我们来看 这样的话 我们延伸一下 对于假企业来说 允许税前扣除的 研发费用和基数 一个是境内的这部分 210 这是据实的基础上 可以扣这么多 那210的100% 这是不是加计扣除的 是境内的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的 好 前面那个210呢 是实际发生的 那是据实扣除 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多扣一部分 那叫加计 委托境外研发的费用 120呢 这是他 境外的 委托境外研发费用 他也是据实扣除 那据实扣除的基础上 我们加计又能扣多少呢 这个基数 就有点意思了 是吧 这个基数96 是怎么确定出来的呢 拿发生额 委托境外研发的80% 跟境内研发费用的三分之二去比 熟低来确认 加计扣除的基数 完了96乘100%扣除比例 加计扣除比例 好 所以 加计扣除的这两个数 是不是我们要做纳税调减的金额 对吧 你要纳税调减的金额 是不是 我们刚刚标了 加计扣除的 这两个 是我们要做 纳税 调减的金额呀 因为你是在 跨计利润的基础上 多扣一部分费用 把多扣的这部分费用 给他纳税调减 好了啊 这是第一种 那我们再看一下 改改数字 改改数字 前面境内的研发费用 还是一样 100加80加30 200亿 改了是后面 还是委托境外 研发 委托境外发生的 研发费用呢 是180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算算 首先 境内的那部分 毫无疑问 210嘛 对吧 100加上80 加上30 210嘛 然后加计扣除的部分呢 210的100%嘛 好 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 境外的部分 境外的部分 你实际有多少呢 180 这180 本来就是巨石扣除 那加计扣多少呢 我们要计算一下 这180的80% 跟谁比呢 211的 210的 3分之2比 180的80% 是144 21的3分之2 是140 那显然 输低 那就按照 140为基数 乘以100% 这才是加计扣除的境外 这是境外的部分 OK 同样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题延伸一下 假计 允许税前扣的加计 扣除费用 境内的部分 你看 境内的部分 我们照样是 210万 210万 这是巨石扣除 然后211的100% 这是加计扣除 境内的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 好 然后这个标环的180 是什么呢 是 我们委托 境外研发 你巨石扣除的 有实际180 就扣180 而你委托境外研发的 这部分 你加计扣除 多少呢 你并不是按照 180 乘100% 加计扣除 而是要算 180的80% 跟境内研发费用的 三分之二比 输低 那就140 作为加计扣除基数 乘100% 那这就是 加计扣除的境内 属于加计扣除的 金额 那就是 用间接法的时候 要做纳税条件的 金额 对吗 OK 第九 不适用 加计扣除政策的 行业 这也可以考一道 多选题 烟草制造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住宿餐饮业 娱乐业 批发零售业 房地产业等等 为什么他们 不适用 加计扣除政策 因为他们 没什么好研发的 你比如说 那个餐饮行业 怎么的 给你研发一盘菜 对吧 这个研发 研发的这盘菜 叫什么 这个 21世纪版的佛跳墙 你也不知道 它是一个啥玩意儿 你看从来没有见过 跟以前的佛跳墙 完全不一样 你也不知道 它里面放了些啥 有可能就是黑暗料理 对吧 科技餐 那你看 这种 没什么好研发的 那就不能 去享受 加计扣除的政策 好来 咱们看一个 21年的计算题 某药品生产企业 2022年 研发费用总计 1291万 没有形成 无形资产 2023年3月份 企业进行 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时 计算出来 加计扣除金额 1291万 好了 现在我们看看 他给了一些事项 我们先看他问什么 好吧 他说事项一单中 该企业 2022年 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的金额 是多少 那我们看一下 事项一 他说在19年 研发投入1000万 并形成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摊销期限 10年 那么22年 摊多少呢 是不是这1000 他会计上 肯定是按照10年 对吧 一年是100万 来进行摊销的 但是我们说 实际上 你形成无形资产的 你后续 是不是按照成本的 也就是无形资产 1000万的200% 这是制造业吗 按1000万的200% 来计算 摊销金额扣除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你 现行摊销金额的基础上 咱们再按照100% 加计算 摊销费用去扣除 所以 第一问 不就出来了吗 那 加计扣除的金额 就是你摊销金额 再按照100% 加计扣除 好 所以就选A吧 OK 第二 事项二单中 2022年 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的金额 那再去找 事项二 22年 自行研发投入 594万 好 给了你具体的明细 那无非就是 你要关注 其他相关费用 因为它不一定 是按照 54万去 归集 它按限额 限额怎么算 前面 五项费用之合 这只写了四项 那就200 加上120 加上140 加4 加上80 除1减10% 去乘以10% 然后呢 我们来计算 扣除的限额 60 那限额 跟它实际发生额比 谁小呢 实际发生额小 那就按照54万去规计 这样的话 你规计一下 200 加120 加140 加80 加54 不就是这594万吗 好 那我就可以按照 594万的百分之百 对吧 加计扣除 如果说 你的这个限额 小于实际发生数 那么就是按照限额 加到里边 去乘百分之百 来计算 对吧 因为现在54万更小 那54万就直接 加进来就行了 好 所以这就是第二问 按照594万 加计扣除 OK 第三 事项三单中 22年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的金额 事项三是什么呢 来 委托关联企业 进行应税药品的研发 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 注明研发费用220 税额13.2 这显然是委托 境内研发 对吧 因为人家都给我开发票 我们自己的专用发票 对吧 境内研发 好了 委托境内研发 我们按照220的80% 作为加计扣除基数 来乘以百分之百 那就220乘80%乘以百分之百 你来计算一下 应该是选择D 是吧 176 OK 好 最后一问 事项4单中 22年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的金额 好 我们看一下事项4 委托境外机构进行研发 支付不含增值税的研发费用 477万 好了 那么来看一下 这477万 是委托境外的研发费用 我们要加计扣除的话 477得乘80% 跟谁比呢 跟境内研发费用的三分之二比 那境内的研发费用 包括我们刚刚的594万 是吧 以及你还有委托境内研发呢 委托境内研发 我们上照220万的80%来算呀 咱们前面不是给大家列举过 符合条件的境内研发费用 是怎么构成的吗 对吧 至于你前面那个 22年的摊销金额100万 这不是你当年的研发费用 这是以前的 只不过放到当年来摊销而已 对吧 好 所以它不能作为你当年的 境内的研发费 好 所以拿这个数 来乘三分之二 好 我们去比一下 那么显然477万 乘80% 更小 那你就在此基础上 乘个百分之百 加计扣除就行了 好 所以这是最后一问 OK 选择A 好 那这样的话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结束了 好 然后继续 今年新增了一块是什么呢 基础研究支出的 加计扣除 说对企业出资给非盈利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 也就是科研机构 非盈利性的 以及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 我们是可以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百分之百税前加计扣除 就是我企业掏钱给这些科研机构去干嘛呢 去搞基础研究 咱们现在是鼓励在国内搞基础研究 对吧 创新吧 研发吧 好 所以说这块百分之百 加计扣除一样的 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对于非盈利性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 如果他接收到企业个人其他组织给他的基础研究资金的收入 我们是不是免税收入啊 免税收入那提过的 好了 那还有一些详细的解释 我们适当的关注一下 就咱们所说的非盈利性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 包括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 也包括明办的啊 明办的一定是非盈利性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 所以哪怕是学校是明办的 我们也强调 你这个明办的要符合条件 咱们把这些条件看一下就行 这明办的条件呢 你该有登记证书的 有登记证书 对吧 你登记证书上记载的业务范围 属于这种科学研究啊 技术开发啊 还有像科技咨询服务啊 等等这些范围的 另外就是明办非盈利性的高等学校呢 你得有明办学校的许可证 而且你经认定呢 是非盈利组织的 那我们企业把钱给到这样的明办的 非盈利性科研机构 高等学校 你给他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 这样是可以按照百分之百 加计扣除的 好了 并且呢 我们这所称的基础研究指的是什么 简单了解就行 它通常表现为新原理 新理论 对吧 新规律和新知识 OK 那主要是关注后面这句话 基础研究不包括什么 在境外开展的研究 以及也不包括社会科学 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 也就是说不包括这些学术方面的研究 就跟我们前面那个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 里面也有这么一条 你像这种学术方面研究的 你不能享受研发费用的 加计扣除 对吧 而且这呢 我们还不包括在境外开展的研究 我们强调你是在境内 有这种基础研究的 才有加计扣除 好 第三一个加计扣除的是 安置残疾人员工资 你安置残疾人员 解决残疾人员就业的问题了 所以呢 你可以按照支付给残疾人员 职工工资据事扣除的基础上 还可以按照工资的百分之百 加计扣除 好了 这就有关啊 加计扣除很重要 主要是研发费用 OK 所以 关于我们这儿讲到的 一个是小型威力企业 小型威力企业的优惠 我们强调 标准 判断小型威力企业的标准 335 从业人数资产总额 对吧 年因纳税所得 然后是计算 计算如果是2022年的所得 要分段 不超过一百万的 那我们是乘 百分之一十二点五 再乘百分之二十 那超过一百万的部分呢 超过部分我们是乘百分之二十五 乘一百分之二十 然后相加 那如果是2023年的呢 咱们直接拿 所得 乘百分之二十五 乘百分之二十 就可以了 小型威力企业 完了 针对加计扣除 一共是三项 第一个是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呢 基本上我们要考的话 制造业 或者科技型中小企业 这个扣除比例 百分之百 对吧 当然是针对制造业 还有科技型中小企业 百分之百 好 然后注意这个研发费用 在归籍的时候 以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的基数 一定要小心 那个杂费 其他相关费用 它有一个百分之十的 限额限制 对吧 这个要关注好 好 然后再一个就是委托研发 委托研发的时候 你要看是委托境内的 还是委托境外的 如果委托境内的 咱们直接上照发生额的 百分之八十 作为加计扣除基数 而如果你是委托境外的研发 上照发生额的百分之八十 跟 境内 研发费用的三分之二 来做比较 熟 低 熟低 熟低来确定 加计扣除的基数 然后去乘以 一般都是 制造业企业 或者科技型中小企业 就成百分之百的比例 加计扣除 就OK了 好 然后再一个是提到 基础 研究 这个主要是你企业 你把钱 给一些非盈利性的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 对吧 给他们用于基础研究方面的支出 百分之百的比例 加计扣除 再一个就是你安置 残疾人员 给残疾人员的工资 我们也是百分之百 加计扣除 OK 好 这是这块规定 我们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